真的有一些禁忌 这是在民间所流传 所以有些事情 我觉得就宁可信其有吧 像谢老师 有一些事情是新交车 或最近可能民俗交车 我们就尽量避免做的事情 可不可以快速提醒我们大家一下 好 一般来说 通常这个鬼越交车的时候 通常有一些仪式 大家可能会注意 就比如说 可能你要进车 要做一些这个动作 可是开这个新车的时候 通常也会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说他可能会建议你说 尽量不要去什么山区 海边 尽量第一 不要随便吹口哨 尤其是夜晚 对 因为一般人认为说 我的吹口哨的频率 跟他的这个 临界的这个好兄弟的频率 比较接近 所以民间里头常会提到说 你到庙宇那个门口的时候 你看他们旁边有榕树叶 你不要 榕树下不要吹口哨 要不然莫名其妙 就会感觉要有风来 第二个 他不要随便乱拍照 因为晚上的时候 有时候你觉得 那个还不错 到处拍 这个有时候 有时候你会发现 镜头里头 可能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 当然最主要这个一般来说 晚上出去的时候 可能到处兜风的时候 衣服 有时候你知道那个 年轻人爱帅 衣服拿出来 在这甩 好像很罗曼蒂克 很浪漫 可是其实一般来说 在民间里头 有时候他会认为说 这个跟我们那个 七月份普渡的时候 立那个地高 登高一样 有点在召唤他的这个意思 另外还有一些人 像比如说车里头 不要挂这个风铃 他会建议你说 比如说到山区 或到哪里去的时候 不要随便下来尿尿 我曾经遇过一个 一个比较真实的例子 就是一对年轻人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对这方面来说 禁忌是比较没有那么在意的 他也急了 因为马上想说车交了 我就赶快载女朋友 就可以出去环岛到处去玩 当然一般我刚才提到 不能去山区 不能去海边 看一下年轻人 如果带女朋友出去玩 不去这些地方 他要去哪里 所以他通常就环岛这样跑 跑到很多地方 跑到山上去 然后那个 不自觉的他就开始吹口哨 那又没有想到吹吹吹 他想说女朋友坐在旁边 女朋友还在那边甩着衣服 想说这样子 感觉很有新车那种趣味 他就想说女朋友在那边 他就看看那个照后镜 看后面有没有跟车 他说有跟车的话 他就要靠边上一点点 让后面车先走 结果没有想到 他从照后镜头往后一看的时候 居然看到后面有个女孩子 瞪着他在看 好可怕 这个当然基本上他一开始 这个就吓到了 一回到台北 立刻说老师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所以有时候年轻人 这方面来说还是要注意 我也遇过一个年轻人 他去开车到宜蘭 早期的时候你要知道 在那个地方 大部分都是走918拐 晚上这样跑跑跑 其实你根本不知道 有时候如果那个路 不是很亮的时候 有时候很容易 就是我们讲 看到碰到一些奇怪的 比如说有人开过去的时候 撒紫钱 早期的时候真的那边 有很多人撒名指 撒什么的 然后他就开开开 想说下来尿尿 结果没有想下来上个厕所 上完之后 他车继续开 开开开 他觉得很奇怪 他就在那个地方 就一直到 他觉得应该早就应该回到家 为什么没有回到家 后来结果原来在 因为他刚才在 那个尿尿的过程一头 其实他没有注意到 那个悬崖边 下去的这个地方 刚好是一个人放 人家放那个骨头 摁的这个地方 后来回来没有多久之后 就发现他的这个下半身就肿起来 那这个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虽然是即使 冒犯了 对 很多年轻人可能在7月份 即使是新生 我想到任何地方去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他遇到这状况那怎么办 那个后来也没有办法 要找老师化解 没有 赶快就跟他讲说 那你要准备东西 然后请在白天的时候 好 我们选中午 知道白天日证当时比较 阳气比较盛的时候 去那个地方跟他说一声不好意思 回来之后果然就很顺利的 就这个状况就解除掉 但很多人都说民间习俱 不要尽兴 但是有时候宁可信其有 自己小心一点倒是 你问警官就知道 警察在办案 有时候这种要拜一下 有时候还是免不了对不对 对 那么很简单的问主持人 你觉得命案跟切案哪一个难破 命案跟切案 命案比较难吧 切案比较难吗 我想完全不认识的人 你不会拿一支刀去杀死一个人 命案可能还有一些官员 从一个死者的 你可以清他的手机通人 跟谁联络 最后一通跟打给谁 不外乎情杀 不外乎仇杀 甚至到财杀 那么都有方向可以追的 但是切案我就去吃个卤肉面 卤肉饭 车子都停在停车格 吃饱出来 格子还在 车子不在了 格子还在地上 但是车子不在了 也没有情 也没有愁 当然一定是财 往东 往西 往南 往北 不知道 千头万绪 对 所以一般的民众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求助警方 一定报案的 当报案都在期待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到了第四天 五天没有了 拿币了 就开始找偏方 找出风 到他问人很准的 有人说新庄什么地藏庵 什么哪里有什么城隍庙 我就问车主 我说为什么找城隍 他说城隍管阴的 那个黑白 那个 七爷八爷 他说这两个是常常有在巡逻 他的可能巡逻密度比警方还高 然后这个拜城隍 城隍这种 因为城隍有人确实因为找到 找到回来以后 打了一个那个什么金牌 去还原的 这里挂一块 那里挂一块 我挂这么多块 大家的信心就大增了 那么在我们的过程里面 我遇过 我就很好奇 因为过去所有的张车 是警方找到 才通知车主 这个张车是车主找到 换他通知警方 因为他找到了 我的车在这里 他赶快打电话报警 说警察先生 我的车找到了 是喔 我说奇怪 你是车主 那你怎么找到你的车 他说确实我的车被偷了以后勒署 歹徒打电话给他说 你的车在我手上 你会几万 他敌死不从 他还学过程给我听 他说警官 我怎么跟他讲 我说大了大了 我痛苦人 查到他说我比你痛苦 他快气死了 他的电话中里面就开始跟他对骂了 他说我一会给你你车的行为 他说你放心 我客户很多 我都做信用的 叫他车牌不要碌 他说我都有保固 我电脑都会查 一年里面会把他投账第二拜 他真的有这样喔 他每天都叫他说 你们实在 你这种好处好处不贪 你赔就不赔 赔就不赔赔赔 你就不赔了 真的喔 后来他去拜了以后 抽了一个签 那个签 那个签师他讲的 他叫他等于说叫他 不要白費精神到处找 那回到原地 往外找 回到原地往外找 刚好这个机会 待会再跟各位讲 也是给我刚好一个机会教育 因为过去我们警察单位 找到很多乳车勒鼠的 到最后找到车 都离他被偷了原点 不过超过五公里内 真的 也就是以你调的 往外找这样五公里内 这个车主跟他弟弟两个人 他弟弟开车载他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到处找 找到接近吃饭的时间 他们附近有卖场 那有美食街 那我们到美食街 直接填饱肚子再说 吃饱再出来找 结果停到V1那个停车格 刚好有一格 他准备要开过去 然后在这边再掉头 要插进去 那一台车速度比较快 把他停走 然后就插那一格 就被停走 他们两个兄弟又绕到V2 下一层 下一层要停到角落的时候 刚好那一格 这一格的旁边那一台 就是他掉的车 他看到他掉的车 是喔 对 所以这个车主 欣喜惑狂你知道吗 赶快打电话通知警察 我的车找到 那后来我们在分析 这整个犯罪模式 就是说 台湾有很多乳车勒署的集团 假设你去开车 你停在哪一条路 停在那里 等到你要开车的时候 发觉我的车子不见了 他只是把你换地方而已 我遇过很多酒店喝酒出来的 本来很醉的 你叫他吹气可能0.5以上 结果一看到车子不见的时候 醒了 通通醒了你知道吗 我乞丐 我的车怎么不去 那个灾怎么醉那个人都醒了 所以说我刚刚讲说 很多这种车子被偷 以这个被偷的地点 一个圆州的往外放射的找 这五公里内找到的距离很高 因为过去我们还发觉 歹徒还多聪明 还自己去买车罩 就停在那个公共停车场 再用车罩把你盖起来 根本永远都找不到 对 等到你钱确实有汇进来了 他电话公共跟你讲 你到哪个公共停车场 然后有盖一个那个什么颜色的 银色的那个车罩 那一台你掀起来看就是你的 这很害的 坏蛋 所以台湾 我们常常讲歹徒 说小偷 那个什么 这些小偷几乎都有在做功课的 所以说我们车主要提高警觉 就是说在防盗的作为 万一有遇上的话 像我们刚刚讲举例说城隍庙这个 确实依我们是好奇心 警察大会是讲科学证据 但是还是以监视器 最好你能够停在监视器密集的地方 未来我们要追的方向 就比较容易帮你找到车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